6月21号 备受关注的唐山发生的寻衅滋事 暴力殴打他人案件有了自信进展 通报中提及唐山打人案两人轻伤 两人轻微伤 对此一些网友很疑惑 为什么看起来很严重的样子 却只是轻微伤或者轻伤 关于这一点还是要多说多谱话 法律上说的轻伤轻微伤可能和一般人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对于打人者又怎样处罚量刑呢 我国刑法规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犯钱款罪 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因此单就本案而言 如按轻伤轻微伤鉴定追究刑则 对施暴者的量刑 量刑标准为 轻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若是轻微伤的 可以做治安处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